現在進行國民黨黨團提案第三條 請先圖條文 國民黨黨團提案第三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應對受本疫情影響 自身營運困難之產業或醫療室機構 予以紓困補貼稅付及整員貸款外 並得對其所屬員工提供必要之協助 醫療機構應而停診者 政府應予以適當補償 前來向發生營運困難之產業或醫療室機構之認定 紓困補償展顏彈困 補貼措施等相關基準與程序 以及補貼稅務支種類額度等事項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制並送立法院備查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國黨團推派的代表發言 請林毅華委員發言 主席還有各位同仁 今天我們要針對國民黨團的第三條來代表我們的黨團的意見來進行發言 這次呢我們在座的紓困裡面當然很重要的我們希望原來就是以所謂企業為主的紓困方案 另外我們還希望要制度化的來強化對獸新階級的輔助 所以這次我們看到國民黨團的條文裡面除了提到我們歷年來的紓困振興經濟的方案 然後呢我們有提到了一些比較具體的做法包括如何來做稅務的補貼以及所謂 來展研相關的貸款 那我們在條文裡面做的比較明確的一個相關的敘述 但另外更重要的是有提到希望要能夠協助影響到相關產業的員工 大家都知道這次的紓困的對象 因為在企業的部分有很多部分現在影響已經非常的巨大 包括像觀光業包括很多的服務業包括甚至我們說的文化產業甚至我們的運動產業 非常非常多的產業都有很大的影響 而這個影響不只是對於企業造成衝擊 包括員工的部分有可能因為導致薪資必須要減少或是因為無薪假 甚至如果造成之後工作權的影響 而這個部分到底應該如何來照顧員工 所以我們有一個希望能夠有對員工相關的必要的協助 但是當然在昨天政黨協商裡面比較遺憾的是 當然要問說各目的主管機關到底怎麼樣對於相關人員來進行必要的協助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部門是還答不出來相關的做法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個部分未來能夠聽到比較具體的對於勞工 就除了企業之外 對勞工到底怎麼樣是一個必要的協助 這是未來我們會繼續再來關注的部分 以及我們也希望在裡面相關的預算會有所謂的正新補助券 那在這個正新的補助券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對象不是由政府來決定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聽到的可能只有像夜市啦觀光啦 但事實上我們認為相關的特別預算因為都是納稅人的錢 所以呢有關於我們相關的正新券消費正新券 我們希望是由人民來選擇由人民來決定希望正新輔助的產業對象 這個部分我們希望不是由政府來選擇 而是民眾有相關的決定權 其實在這個條文裡面 還包括我們希望能夠對於停診的補助 在醫院的部分的停診補助而不是確診 謝謝林委員 繼續請鄭立文委員發言 院長各位同仁 有關於這一次的紓困條例大家都也看得到 事實上在台灣已經被列為是有社區的感染被美國宣布 然後再加上我們非常往來頻繁的許多的國家 包括韓國跟日本在內疫情都不斷的升高 雖然現在政府還沒有願意把一級的這個防疫中心提升到一級的開設 但是事實上疫情的嚴峻是非常明顯的 換句話說未來不只是現在馬上就受到衝擊的觀光服務產業 所有相關的上下游產業 而且很有可能有許多社區感染的病例會導致個別的診所 以及個別的企業發生要停工的許多的一個困境 那未來的這個紓困非常的緊急也非常的重要 另外包括像今天的報導 因為中國大陸是許多重要產業的重要的一個供應鏈的源頭 因此不只是電子業 許多的產業包括藥業都面臨了未來供應鏈斷鏈的窘境 所以在整體的產業的紓困 個別公司 個別診所展業的紓困 以及直接受到影響的勞工都是非常緊急的問題 那在這邊我們必須要強調 今天立法院雖然共體時間 國民黨的黨團也第一時間提出了紓困條例 希望能夠協助政府 督促政府 積極的在紓困的部分 有非常具體跟快速的作為 但是未來我們立法院以及國民黨黨團當然在內 還是要善盡對行政部門的監督之責 我們給行政部門方便 但是他們不能因此就隨便 這絕對不是一張空白之票 我們在這裡還是要呼籲政府 要積極的秉公處理 要苦民所苦 未來絕對不要出現任何人謀不髒 政治考量大小眼 一定要杜絕所有可能的濫權跟弊端 務必使得這個救命的紓困的資源 能夠快速積極的到達百姓的手裡 也希望未來行政部門要針對 要如何的將這個預算 我剛剛所強調的 能夠積極的針對民眾的直接的需要 要如何的來作為相關的執行 也必須要向我們立法部門 來做一個完整的報告 務必要使得這項的資源跟預算 能夠真的為我們的這個企業跟產業 得到所有相關的協助 最後就是剛剛易华所提到的 其實診所所面臨的壓力 不只是因為他有了確診的病人 未來只要社區感染很可能會擴大其他很多人 他都必須要進行相關的隔離 而導致診所必須歇業 就這一點也希望執政政府能夠積極的考慮 謝謝政委員 各黨團推派發言的委員 均已經發言完畢 包括委員會 現在表決國民黨黨團提案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記名表決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再 осيد 揮發言 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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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